我叫你重點 欸你不要爬婆啊 你為什麼這樣子 你不要爬爬爬爬 為什麼這樣子 啊你就這樣 沒有 你抱上來 我的腳 你怎麼你教你啊 我先去手上 衛生管理局的直轄是 縣市的地方自治權 地方有權利定相關的自治條例 請你們不要做違法的裁定喔 食品管理 你們中央是定的地標 地方可以on the top 在上面再加上去 所以你訂了十個PPP 地方可以訂零點出 這是地方制度法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我請兩位長官回去讀一讀 特別是蘇院長 你是法律CBA的 你很了解 你現在你笑 我知道 因為你知道說 把我抓到了 抱上來 我會把你教你啊 我先去笑你啦 我叫你點點點 不要打破啊 你為什麼這樣子 你敢打破破啊 為什麼這樣子 啊你就這樣 沒有 我沒有問你這個問題 你怎麼反諮詢 你怎麼可以反諮詢 你講不清楚 用拍桌子沒有用啦 來 我講非常清楚 來 我問你喔 再來一個 你問我 我回答你啊 來 你沒有回答我 還要繼續拍嗎 你講 不要拍齁 對啊 法律之前 有點休養 你有沒有講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有沒有 有啊 按照我們食安自治條例 我們有九個行業 要清楚的把萊豬 含跟不含 只要是進口豬肉 就要寫清楚 如果沒有標示清楚 最終可以罰十萬 這本來是總統掀示了 政府 中央政府應有的作為 原來一號 我們面臨了進口 有來客多巴胺的滋肉 前一段時間 我們從校園 社會機構 醫院 護理之家 開始前面 禁止使用萊豬 再加上 肉餅進口商 主動 站出來不進來 這些都代表 新北市的一個決心 按照我們食安自治條例 我們有九個行業 要清楚的把萊豬 含跟不含 只要是進口豬肉 就要寫清楚 如果沒有標示清楚 按照我們食安自治條例 最終可以罰十萬 當然還有很多的小吃的餐飲業者 並不是在這九大業裡面 我們歡迎他們 自動來標示認證 從一開始 蔡總統自己也說過了 要讓民眾選擇 吃或不吃 還有瘦肉精的豬肉 那既然總統都講了 身為中央的行政院 應該就要很清楚的 做好讓民眾 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去做好選擇 這是一個責任 那要清清楚楚就要標示 這本來是總統宣誓了 中央政府應有的作為 相信民眾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健康才是一切 那既然在整個健康疑慮 沒有解除之前 一切以健康風險為最大的考量 成功 參與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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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